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戰車打光了 改用人海戰術 俄軍徒步挺進烏烈達爾戰場 挑戰普丁底線 專家四大信號 克里米亞將成烏克蘭反攻守目標 習近平已成皇帝 全世界警戒小心 華日 中方就氣球事件發聲明 得到洗手啃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3號 星期一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 視頻內容是 中共無路可走 中共黨報這段話絕了 中國南驅車看苗寨小姐姐 發現全是阿姨 警其回應 又一氣球 美猛大拿州暫時關閉領空 央視翻車 網報中國食品放射物標準超日本福島16倍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我們也在主頻道社區發出副頻道內容鏈接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戰車打光了 改用人海戰術 俄軍徒步挺進烏列達爾戰場 荷蘭的公開來源情報分析和統計網Oryx上週指出 俄軍部隊自戰爭開打至今已經損失9100輛坦克 步兵戰車和裝甲運兵車等軍用車 且數量正在持續銳減 但軍用車的減少似乎沒有影響俄軍入侵無國 關注俄烏戰爭的推特賬號Tender今天釋出了一段 俄軍在沒有裝甲車的掩護下前進烏列達爾戰場的影片 Tender指出 俄軍已改用人海戰術 新頭可報導 俄軍2月入侵烏利達爾的情況並不理想 英國國防部上週表示 在烏列達爾周圍的襲擊失敗後 俄軍可能逃離並遺棄了至少30輛幾乎完好無損的裝甲車 俄軍近日雖再次挺進烏列達爾 但是卻是在沒有裝甲車的掩護下 奔跑前進戰場 預估會造成俄軍下一步的大量死傷 戰場影片也被推特網友諷刺 俄羅斯打現代戰 就是派出拿著刺槍的軍人當人肉盾牌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副局長史基比茨基先前表示 烏方認為 俄羅斯將在1月新動員多達50萬人 投入春季和夏季在烏東南的攻勢 美國戰爭研究所10號則表示 最近的戰爭畫面顯示 俄軍在烏列達爾的戰術明顯功能失調 這表明新動員的俄羅斯士兵訓練不足 挑戰普丁底線 專家四大信號 克里米亞將成烏克蘭反攻守目標 東去春來 俄軍雖已率先展開其攻勢 但有外媒報導分析 烏克蘭同樣快將發動反攻 而反攻的首要目標 更是被公認為俄羅斯底線的克里米亞 新頭殼引述烏克蘭新聲音報導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表示 俄羅斯與克里米亞的佔領當局 不僅提升了警戒級別 更徹底動員了緊急醫院 安保等措施 俄羅斯加強安保措施的舉動 可能預示了烏軍將在短期回軍克里米亞半島 有專家分析 近期釋出的四大信號 肯定了相關消息的真確性 信號1 烏克蘭當局正在為接管克里米亞準備政府人員 據報導 烏克蘭副首相韋列舒克 於8日主持以為克里米亞預備人員儲備為主題的跨部門會議 並表示一旦克里米亞半島從俄羅斯手中解放出來 就需要大量執法人員 司法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公務員填補空缺 信號2 烏克蘭組建的突擊率 據報已有足夠的軍力 據烏克蘭通訊社報導 以解放克里米亞為目標的進攻型突擊隊 自首次傳出消息後 至今已有超過2萬人申請加入 意味烏克蘭現今絕對有能力對克里米亞半島發動反攻 信號3 有消息指 烏克蘭正打算以英制遠程導彈突襲克里米亞 據英國《泰晤時報》報導 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警告 將使用西方的遠程武器攻擊俄戰區後 烏克蘭國防部消息人士向《泰晤時報》證實 烏軍正計畫準備使用導彈襲擊克里米亞 信號4 一家正在建造新克里米亞大橋的俄羅斯工廠 遭到烏軍砲擊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在俄羅斯正建造另一座連接克里米亞半島橋樑之際 俄羅斯別爾格羅德地區的一家工廠遭到烏軍炮火襲擊 而這家工廠正好負責為新克里米亞大橋提供金屬結構 專家總結 從烏克蘭的言辭與實際行動似乎顯示出烏克蘭對反攻克里米亞已志在必得 問題是何時發動攻擊而已 習近平已成皇帝 全世界警戒小心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12日做客《華視三國演義》 討論他的新書《變調的中國夢》 他的書裡把中國的發展歷程分成三個階段 我看了很有感觸 觀察了中國這麼多年 我也認為是可以分成這麼三段 石板明夫在臉書P.O.文表示 一段為改革開放後 到鄧小平九二南巡 或者八九天安門事件之前 第二段是九二南巡之後 而第三段就是習近平上臺以後 或者是大約2015年以後 全世界對中國就變成警戒了 要小心 別讓中國把我們的東西搶走 不要被中國占了便宜 對中國的態度完全改變 外資也開始不斷撤出中國 另外 中國國內的陷阱和機會的比例大致上是這樣的 到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為止 到處都是機會 可能一百個機會裡面有四五個陷阱 你即使這個陷阱掉進去 爬上了以後 旁邊還是機會 所以說 全世界蜂擁而至 那時港商 台商 到中國發展大部分都成功了 就是你要抓住機會 你必須跟權貴結合 搞權錢交易 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 變成了95%是陷阱 只有五個機會 你剛抓到一個機會 一轉身就掉進陷阱了 所以現在要到中國投資 確實是非常困難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我認為 主要是因為中國沒有進行政治改革 鄧小平只改了經濟 政治沒有動 所以中國社會變得越來越扭曲 越來越畸形 就好像兩條腿 一條越長越長 另一條腿綁起來不讓長 就慢慢不會走路了 現在有人期待習近平進行政治改革 但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已經變成皇帝了 要讓一個皇帝去搞民主化 可能嗎? 華日 中方就氣球事件發表聲明 得到習首肯 2月1日 華盛頓方面就氣球事件悄悄向北京方面進行交涉時 曾引發北京方面疑惑 這個氣球是誰的? 大紀元編譯報導 華爾街日報獨家報導 瞭解情況的中方官員的消息稱 在2月1日 與華盛頓方面溝通 蒙大拿上空發現中共間諜氣球之後 中共外交部的高級官員急忙試圖核實消息 華日說 知情人士稱 中共駐美大使館臨時代辦徐學員和其他中方使館官員對美方關於氣球的信息感到意外 中方官員稱 當時的一個緊迫問題是 這個氣球是誰的? 隨後的幾個小時裡 中共外交部和政府其他部門之間進行了協調 最終公布的那份聲明是習近平簽署後發表的 聲明稱 該氣球用於氣象研究 並偏離了航線 中方對這一事件感到遺憾 美國官員還表示 在如何處理這一事件的問題上 中共高層和軍方領導層似乎都很混亂 這一事件阻礙了中國政府重啟中美雙邊關係的努力 中國官員說 他們對拜登過去一週在幾個新聞節目中淡化氣球事件 對雙邊關係影響的言論感到欣慰 認為這些言論表明 白宮不想加劇中美緊張關係 氣球被擊落後 中國政府的優先事項 從試圖挽回布林肯訪華行程 轉向一種較強硬的立場 其反應從最初的和解性聲明 變成了指責美國正炒作該事件 並傷害中美關係 華日說 氣球事件帶來的政治影響 正在使很快舉行拜協會期望落空 一些中方官員曾希望擬定的布林肯訪華 能為拜登和習近平的領導人峰會鋪平道路 他們甚至期待拜協會在11月亞太領導人在舊金山的年度會議之前舉行 感謝您的支持 請點贊 轉發和留言 再會 成功 成功 標 龍圈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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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